Hello 欢迎来到BangBang 我是Ilex 我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个瞄准镜的牌子 就是Holosun 其实这个牌子在外国有很多真窗的玩家都在用它 它的防震功能和抗震功能非常好 所以用在气窗GBB上绝对没有问题 它究竟有什么那么大的优点 第一就是它的价钱非常大众化 第二就是让我为大家一天去介绍不同型号的分别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的型号就是HS507C HS407C HS407CO 究竟这三款镜有什么那么不同呢 首先讲讲这三款镜里面的核心 这三款镜里面的核心 它都有一个太阳磷板去帮你充电的 它就是透过太阳磷板去吸收紫外光线 去令到里面的超级电容帮你充电 那换言之就是说 当你用一下电地震没有电 或者有问题 或者就算你忘了入电也好 也都依然能够可以继续使用你的红点 第二就是它有一个Shakeaway的换醒功能 当你长期放置在这里很久的时候 当你一拿起一支枪 它就会自动开放红点功能 那你就不需要它自己自动手动调调 那还有当你每次关机的时候 再开机 都会是你上一次调调的光暗度 那你就不需要每一次都记住 究竟你按了多少下了 那还有本身这一支镜 它的外壳是用了7075金属铝外壳 非常耐用和轻心 没有那么容易撞花撞嵩和撞崩 所以其实各位玩家都可以非常安心地使用它 至于它的玻璃 其实都非常坚硬 我们试过在不同的楼层把它扔到楼 都依然相安无事 只不过可能是崩了一点 都未至于完全碎开 依然可以能够继续使用的 还有它的防水级别有IP67 换言之就是我们试过扔下水 浸住它半个小时 一天都完全没问题 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所以其实打打下游戏的时候 无端下雨 或者无端下雨 或者有人闹口闹面淋水下来 都完全不用担心的 还有它有五万个电池寿命 换言之这一粒电池 可以用起码超过五万个小时 那么究竟这三幅镜有什么 不同的分别呢 HS507C 这个是V2版本 可以看到它旁边的按钮 是非常之大的 也可以方便你去调禁光线 还有电池位置 它会在旁边 每次换电的时候 都不需要再去压外 ZERO那支窗和镜 507C 它就是红点镜的外样 一个圈加一个点 还有可以转换成为 只有一个点 HS407C 只能看到一个点 不能够有一个圈 只能够有一个点 不能够转换 至于407C 它的红点的外观 就是一个圈 一个圈 也不能够转换其他样貌 那么V1的分别 可以让大家看看 它的按钮是会较小一点的 还有电池的入电方向 都是底部 那么除了这三个 外观不同之外 其实大致上 都没有什么分别的了 那么我们下次再 为大家介绍不同的型号